刘大爷今年68岁了 自从退休之后 可以说是过得有滋有味 每天去公园耍剑跳舞 周末还会约着一群老伙计去爬山 身体硬朗吃什么都香 用刘大爷的话说 以我的身体 活过120岁没问题 但是不知怎么的 最近半年 刘大爷总是出现腿抽筋的情况 一向惜命的他 把这件事跟儿子说了 儿子想着可能是缺钙了 于是给刘大爷 快递了一箱钙片 但是刘大爷十分谨慎 怕补钙补多了 身体出现问题 于是没有听儿子的 转而去医院检查去了 其实 有的时候睡觉腿抽筋 很多人都遇到过 和很多人一样 冲入脑海的都是缺钙了 那么 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 我们想要知道 腿抽筋是不是缺钙 首先要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人睡觉的时候 为何容易腿抽筋 一 人睡觉时 为何容易腿抽筋 是因为缺钙吗 抽筋 其实有一个更严谨的名称 医学上我们往往叫肌肉 静碗 当出现这种情时 患者常常会有剧烈疼痛 腿部僵硬的感觉 如在夜间发作 对睡眠影响很大 导致肌肉静卵的原因有很多 缺钙的确算一种 当血液中钙离子浓度过低 肌肉容易兴奋 便会引起抽筋 像孕妇 青少年应该需求比较大 所以更容易出现 但这只是其中一种 也算比较少见 而说到肌肉静卵的原因 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生理性的 比如寒冷刺激 可导致血管收缩 最终引起腿部静卵 剧烈运动时 腿部肌肉收缩太快 又没足够的时间放松 导致局部代谢产物乳酸增多 也容易出现抽筋 过度疲劳时 比如跑马拉松 爬山等 也容易抽筋 一类是病理性的 比如中风 癫痫等 可导致肌肉失去神经的正常支配 从而过度兴奋 引发静卵抽筋 另外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腰椎肩盘突出症等 也可引起抽筋 所以别一抽筋 就直接当作是缺钙 还得找出具体的原因 一 才能针对性解决 尤其是病理性抽筋 得找出原发疾病 将病根解决了 抽筋的问题 才能迎刃而解 二 半夜喜欢腿抽筋 很可能这两种疾病的征兆 别不当回事 关于生理性肌肉静弯 一般来说 调理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半夜喜欢抽筋 小心是这两种疾病的征兆 一 腰肩盘突出 相关数据显示 腰肩盘突出患者当中 大约有将近70% 会出现抽筋的情况 它主要是因为脊神经跟受压 导致其内部血流量减少 引起 好发于老年人 所以老年人如果频繁抽筋 也要警惕腰肩盘突出 二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 沈云峰提醒 一些老年人 由于患有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压等病时 很容易出现动脉硬化 而当出现这种情况时 患者的腿部血液循环 往往是不流畅的 容易堵塞 导致血液供给减少 致使腿部因缺血而引起抽筋 不管是哪种疾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导致的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老年人 如果频繁出现抽筋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诊治 三 睡觉时腿抽筋 如何快速缓解疼痛 半夜抽筋 是一件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 可以说没有体会过 半夜抽筋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疼痛 那么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来快速缓解疼痛呢 对于抽筋引起的疼痛 其实方法并不难 首先我们可以热敷 用热水将毛巾浸湿后 直接敷在抽筋的部位 然后适当按摩即可缓解 另外 在抽筋时 腿部别弯着 这样只会更疼 要立刻伸直腿部 将抽了的筋 拉回原本的位置 还有一种方法也挺有效的 但需求旁人协助 抽筋时试着先站起来 把抽筋的那条腿往后弯 快要触到大腿时 让人帮忙往下拉 把两个脚的脚心相对 也一定稍微缓解抽筋的情况 下回要是抽筋了 可以选个适合自己的试试哦 相信可以很好的帮到你 四 下面为大家推荐十种食物 让你摆脱抽筋困扰 一 香蕉 香蕉属高热量水果 据分析 每100克果肉的发热量 达91大卡 在一些热带地区 香蕉还作为主要粮食 香蕉果肉营养价值颇高 每100克果肉 含碳水化合物20克 蛋白质1.2克 脂肪0.6克 此外 还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也能促进生长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 是维持正常的生殖力和势力所必须 脚抽筋可能是因为身体中缺甲导致的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能够帮助防治肌肉静卵 特别是香蕉 还是能够让人轻松的水果 含有的泛酸 能够让人开心 解除忧郁 这对于因为长期精神紧张 引起的脚抽筋 也有不错的缓解效果 2.牛奶 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 被誉为白色血液 对人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牛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钙 磷 铁 铅 铜 猛 木 最难得的是 牛奶是人体钙的最佳来源 而且钙磷比例非常适当 利于钙的吸收 种类复杂 至少有一百多种 主要成分有水 脂肪 磷脂 蛋白质 乳糖 无鸡盐等 脚抽筋还可能是 因为身体中缺钙造成的肌肉净卵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质 能够帮助补充身体所需要的钙元素 防止脚抽筋 3.大豆 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含有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黄豆中的卵磷脂 可除掉附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 防止血管硬化 预防心血管疾病 保护心脏 大豆中的卵磷脂 还具有防止肝脏内 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 从而有效地防治 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肝 不仅如此 大豆中还含有的可溶性纤维 既可通便 又能降低胆固醇含量 大豆对手足抽筋疼痛 也具有很好的疗效 黄豆100克 细米糠60克 加水煎至黄豆熟烂 一天分两次吃 可预防手足抽筋 4.紫菜 晚上睡觉的时候 腿抽筋 很多人认为是缺钙 但其实缺鎭 也会发生腿抽筋 营养专家表示 喜欢腿抽筋的人 不妨试试 多吃一点寒美的食物 一般成年人 每日对美的需求量 男性为350毫克 女性为300毫克 缺美可导致肌肉无力 耐久力降低 同时 美还对心血管健康 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人体如果缺美 可导致心动过速 心率不齐 即心肌坏死和钙化 近年来 国外科学家研究指出 人到中年以后 更要注意补美 而在众多蔬菜中 紫菜含美最高 每100克含460毫克 被誉为美元素的宝库 经常抽筋 可以吃点紫菜 效果也是不错的 5.豆腐肝 豆腐肝营养丰富 含有大量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还含有钙 磷 铁等 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 而且豆腐蛋白 属完全蛋白 不仅含有人体必须的 八种氨基酸 而且其比例也接近人体需要 营养价值较高 豆腐肝在制作过程中 会添加食盐 茴香 花椒 大料 干姜等调料 既香又鲜 久吃不厌 被誉为素活腿 豆腐肝含有的卵磷汁 可除掉附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 防止血管硬化 预防心血管疾病 保护心脏 豆腐肝还含有多种 矿物质 补充钙质 防止因缺带引起的骨质疏松 促进骨骼发育 对小儿 老人的骨骼生长极为有利 对缺带引起的抽筋 也有很大的益处 六 海带 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 同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含有丰富的点等矿物质元素 海带含热量低 蛋白质含量中等 矿物质丰富 研究发现 海带具有降血脂 降血糖 调节免疫 抗凝穴 抗肿瘤 排前解毒和抗氧化等多种生物功能 其次 钾也是海带营养的一大重点 许多人都把钾忽略掉 忽略钾 就忽略了三分之一的营养 钾是一种可以消除身体浮肉的矿物质 它可以帮助平衡身体内的钠 如果身体内的钾太少 造成身体内的钾平衡失调 多余的钾会把水分流住 造成细胞水肿 使得体重下不来浮肉更明显 但是如果钾离子身体摄取量足够 那离子就不会把多余的水分流住 所以钾离子 可帮助身体多余水分的代谢 消除水肿 改善浮肉修饰曲线 海藻类就是含有这些矿物质 而对身体有帮助 而且钾还有缓解肌肉静卵的作用 经常抽筋 吃点海带也是不错的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倩倩和小李是一对新婚夫妻 他们相识于大学 毕业后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俩人十分恩爱 但婚后夫妻生活十分不和谐 小李总是很快就结束 或者很久都不进行房事 面对丈夫的冷落和无能 倩倩很是苦恼 俩人总是因为房事问题闹不愉快 一直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倩倩也提过很多次 让丈夫去医院看 其实小李自己也很苦恼 小李觉得夫妻房事 不必每日都进行 一次时间也没有必要那么长 但面对妻子的数落 总是让她抬不起头来 每次都拼尽全力 却还是不能取悦妻子 小李偷偷上网查阅了 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甚至擅自购买各类壮阳药 但她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那么夫妻房事时 坚持多长时间算正常 多久一次对身体好 今天就好好和大家聊聊 一 几个常见的认知错误 看完别再犯 很多男人都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每次性生活的时候 持续多长时间才是正常的 电影里的人几乎都各把小时 往往容易造成男性的自卑 但电影里的都是真实的吗 一次性生活持续多长时间 算正常呢 对于这些问题 请注意以下几个常见的误区 一你以为的时间短 是真的短吗 很多人在观摩电影时 会发现里面的人持续时间 都很长 因此自然而然对自己的性生活 充满了期待 这就往往会导致 在真正实践的过程中 容易造成对自己或对伴侣的失望 其实不然 关于性生活的时间问题 你真的了解吗 国外科学家曾做过一项研究 寻找了世界各地几百对夫妻 调查他们的性爱持续时间 结果调查发现 性生活平均持续时间为六分钟 平均时间六分钟 那么又有人会问 是不是低于六分钟就不算正常呢 事实上 低于六分钟也并不意味着是不正常的 其实夫妻生活的持续时间的长短 并没有特定的范围 影响时间的因素有很多 时间、地点、环境、情绪等 都会导致性生活持续时间的变化 有的夫妻几分钟就能很满意 而有的夫妻双方 却需要十几二十分钟 才能满足彼此 如果双方都能全身心投入 对彼此满意 那么时间短一点又怎么样呢 所以在夫妻生活中 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时间的长短 应当将目光 放在追求更高质量的性生活上 二、怎样才能称之为早泻 很多人说 自己的伴侣性生活时间太短了 是不是意味着早泻呢 其实早泻的临床表现 主要是射精过快 以时间为标准 从阴晶插入阴道至射精的时间 一般认为短于两分钟即为早泻 所以很多人认为的 低于十分钟就算早泻 是不成立的 如果伴侣的时间短 应当适当地鼓励对方 而不是打击 否则热情被打击过后 对方的心理会受到伤害 自然而然就会排斥性爱 最终导致夫妻生活的不和谐 以抽动次数为标准 阴晶插入阴道中 抽动次数少于十次至三十次为早泻 有这种情况的患者 应当及时就医 早发现早治疗 从而得到性生活质量的提高 还有说法称 以性伴侣的反应为标准 在性活动中 如果有半数以上的性生活机会中 不能使女方达到性高潮 亦可称为早泻 关于此类说法并没有固定的答案 女性达到性高潮是很不容易的 个人认为不应以此为标准 夫妻双方可以在性爱过程中不断探索 寻找最佳的体位 注意前细手法 促进双方达到性高潮 此外 早泻患者多半有焦虑 精神抑郁 头晕 神皮乏力等症状 所以早泻 并不是大家普遍意义上 所认为的早泻 大家对伴侣的要求 也不用太过苛刻 及时沟通才是王道 三 时间越长久越好吗 在性爱过程中 男人总是致力于做长跑冠军 觉得自己的时间越长越好 大部分女方也有同样的思想 其实 时间太久反而不好 一方面会使夫妻双方身心俱疲 性爱后需要更长地恢复时间 另一方面 女性在性爱中 其润滑作用的阴道分泌液体有限 时间太久的话 阴道容易受到伤害 从而导致性爱过程体验感差 美国某所大学 也曾对上千名志愿者进行调查 最后研究发现七至十三分钟 是实质性交的黄金时长 这也是一个较为真实 完整的调查研究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 性爱的目的 是为了让双方身心获得愉悦 一味地追求时间只是本末倒置 并且当夫妻以愉快的心情进行性交时 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甚至意犹未尽 很快便能得到满足 所以大可不必去计算用时的长短 夫妻双方应注意方式方法 选择适合自己的体位 寻找最佳时间 如果想要达到较为和谐的夫妻生活 建议掌握以下几个要点 一做好前戏 前戏是为了让双方更好的 进入到防视状态 例如亲吻对方的嘴唇 或者抚摸等 都能更快地进入状态 在性生活的过程中 前戏至关重要 好的前戏 能够增强伴侣之间的情感连结 并获得初步的性快感 想要获得更加顺利 更高质量的性体验 良好的前戏必不可少 前戏作为整个性生活过程的热身环节 主要通过刺激彼此身体的敏感区域 增强伴侣双方的性欲和性快感 在前戏中 伴侣可以通过亲吻 抚摸 口腔性行为等一系列方式 刺激彼此的性器官 增强性生活的愉悦感 通过前戏增强性欲 能够更好地起到润滑作用 女性的体液是最好的润滑剂 前戏能够增加女性体液的排出 使男性顺利进入 减少在性生活过程中的疼痛感 有些朋友会忽视前戏带来的巨大作用 直接进入性生活环节 忽视前戏 很可能造成性生活的不和谐和不满意 通过增加前戏的时间和力度 夫妻可以共同享受更加愉悦 和满意的性生活 如果觉得一般的前戏 无法满足性欲望 伴侣也可以根据需要尝试新的前戏方式 如使用性玩具 进行角色扮演等等 这些新奇的前戏方式 更有可能增加性生活的刺激感和乐趣 伴侣双方应该给予彼此足够的时间 来共同享受前戏的过程 不用过于着急进入性交行为 创造一个更加放松舒适的环境 也能够更好地达到前戏的效果 如调暗灯光 播放柔和的音乐等等 有质量 充分的前戏 对女人的幸福至关重要 性生活中断多年后 拉长前戏更有助于刺激阴道 产生天然的润滑剂 确保润滑 要确保阴道已经充分润滑 再开始性爱 也可以考虑使用水性润滑剂 让性爱更顺畅 这样可以减少性爱对阴道的摩擦 避免损伤 如果性生活时依然感觉疼痛 可向妇科医生咨询一下 阴道雌激素疗法 比如用雌激素药膏 片剂等 二 找最爽的姿势 我们都是成熟理智的人 放轻松 一起揭晓一下这些 所谓最舒服姿势的神秘面纱 首推的就是经典的拥抱式 俗称抱抱 不仅可以享受到另一半的温暖 还能加深感情 就像是拥抱着 一个软绵绵的大熊玩偶 柔软中透着温馨 当然了 得注意抱得舒服 免得变成了怀抱比赛 弄巧成拙 接下来是传说中的瑜伽式 其实就是一系列古怪的体味 看似复杂 实际上玩得开心就好 只是动作别太夸张 免得搞成一场怪异的马戏表演 毕竟灵活度也有个度 再来一个礼语开车式 就是男女双方一个前一个后 摆个开车的造型 这个姿势的好处 就是可以一边驾驶 一边欣赏窗外美景 仿佛在过山车上一般 动作别太快 小心飞出车外 最后我们来说说 最让人好奇的那个 那就是飞天式 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刺激呢 其实就是一人抱着另一人 然后一起腾空 有点像是在玩蹦极 但务必准备好软电 别摔得七荤八素 这四种姿势各有特点 最终还是得看彼此的默契和玩心 别忘了 这可是两性之间的亲密时刻 应该是欢笑和幸福的源泉 最重要的是 别忘了保持一点幽默感 三 学会找刺激 第一个 裂吻缠绵 不可否认 亲吻是促进情欲的最佳爱爱法则 而作为前戏重套 亲吻所传达的激情 是无可比拟的 即使没有交合的动作 也能从彼此的亲吻当中 活络身心 在亲吻的过程中 女人的唇和胸部 是男人攻城掠地的首要据点 男人快狠准地开口 会让女人开心 而芝麻开门 第二个 利用性幻想 性的念头 会刺激体内安多芬的产生 提供雨性高潮时 产生的荷尔蒙一般的效果 在与一中人享受雨水之欢之前 可以回味一下 你俩之前的激情游戏 如果情况许可 更不妨先自行刺激敏感地带 让激情沸腾起来 第三个 蒙眼爱爱 研究表明 闭眼做爱更具快感 当眼镜被蒙住后 整个世界便进入黑暗时期 你需要借由触碰或听觉来辨别方位 因为看不见 其他的感官知觉都因此而变得敏锐 平凡事物也会创造出 前所未有的惊喜 形成最佳的爱爱刺激 可以彼此交换蒙眼 体会完全掌控对方身体 以及被掌控的快感 第四个 敏感带突击 夫妻性生活最忌讳的就是一成不变 而皮肤是意料之外的触碰 常会有惊人的刺激感受 记住不要让他摸清你的招式 就如同敌武过招时 虽说武术有套路可循 然而欲出神入化 就欲能吊足对方的胃口 不经意地偷袭他的敏感带 可以让他的末梢神经痛快寒爽 第五个 贪婪的要求 为了把握短短数分钟 以得到满足与快感 在进行超速性爱高潮时 就要抛弃所有礼数与字池 直接坦白地告诉对方你的需求 女方 你仅可以变成猛浪女 妄情地要求她赶紧插进 更深进一些或动作更激烈一些 幸福生活 可是建立在轻松和愉悦的基础上 刘阿姨夫妇两人 是亲友们眼中的恩爱夫妻 两人相携手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如今即便已经到了六十多岁 两人依然会在饭后牵手散步 感情着实让人们很羡慕 不过 刘阿姨的女儿 却吐槽爸妈到老了却分开睡了 问了夫妇俩就说分开睡 两个人都能休息好 而且分开睡也不会影响两人的感情 事实上 像刘阿姨夫妇分开睡的夫妻很多 有很多夫妇更是从中年的时候 就开始分开睡了 这是为什么 一 为何很多夫妻到了中年就会分开睡 很多夫妻在中年以后分开睡 主要与下面几个原因有关 一 受慢性病困扰 不想影响对方 很多中老年夫妻会被慢性病困扰 出现咳嗽 失眠 打憨等异常症状 担心影响另一半的睡眠和夫妻感情 就会选择分开睡 二 帮忙照顾孙子或孙女 很多中老年夫妻需要帮忙照顾孙子或孙女 不然年轻人不能继续工作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有的老人也需要分开睡 三 感情出现问题 夫妻两人在一起生活久了 双方的缺点暴露 伴随着柴米油盐而来的是不断的争吵 时间长了 两人的感情也会出现问题 两人就会选择分开睡 那中老年夫妻长期分开睡是好是坏 很多中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 有些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就医 就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另外 长期分开睡也不利于夫妻的感情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时代建议 可以分床睡 但不要分屋睡 这样既能保证双方的睡眠 也更有利于维持和谐的婚姻关系 二 六十岁以后 还能过夫妻生活吗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 四川省妇幼保健协会第三届理事会 理事阳东医生指出 据一项涉及28个国家 近两万六千名 中老年受试者的大样本调查显示 男性及女性的性生活 可以持续到70多岁 阳东提醒老年人过性生活 能收获下面这五个好处 一 缓解心理压力 据老年心理学研究指出 性生活有利于老年人 缓解各种心理压力 预防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二 延缓衰老 适当进行性生活 能提升肌肉强度 增加骨质密度 维持高酮下降的速度 从而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 三 减轻常见老年性疾病症状 老年人进行适当的性生活 也是一个活动的过程 有助于减轻腰酸背痛 失眠 消化不良 神经衰弱等老年性疾病症状 四 有助于家庭和睦 和谐的性生活 能够增进夫妻感情 有助于家庭和睦 五 刺激高酮的提升 性功能的维持 离不开高酮等性激素 老年人适当性生活 能刺激高酮的提升 增强性功能 还能预防骨质疏松 增加骨质密度 改善肌肉等 阳冬提醒 一些脑促重 慢阻肺 高血压 支气管哮喘 心脏病等老年病患者 要尽量避免夫妻生活 至于老年人多久 进行一次性生活 可以参考这样一个公式 用年龄的十位数乘九 所得乘积的十位数为时间 个位数为这段时间内 应有的同房次数 以七十多岁的人为例 七乘以九等于六十三 即六十天内过三次性生活 大约每二十天一次 但这只是一个人为的公式 具体还是 要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数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